我說那你幾歲 他說25 26這樣 我就瞬間 他真的會 我覺得亞洲女生是看不出來幾歲 完全看不出來嗎 對 我們外國人 那你們自己猜外國人猜得準嗎 我覺得我打得比較明顯 你們七位型男裡面 自己覺得誰看起來最老 我個人是覺得 應該肚立吧 我看起來最老 因為妳的鹽 就是妳的那個 還是要太油 小心 對 妳要小心 太油桃 就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不好講是不是 好難講喔 你怎麼可能 因為我覺得 她講話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膚色比較黑的 看起來會比較難 就是她的距離會比較 年齡距離會比較多 我會覺得杜莉跟夢多 是我兩個裡面看 是我這群型男裡面 我覺得看起來年紀最大兩個 我覺得妳剛剛 我覺得妳剛剛講 她那個光頭也是有一大重點 因為很多都是到中年就是 等一下 妳不能這樣子講 因為她有問題 妳平常留得出頭髮嗎 所以因為有的人是不留 是故意剃花 是故意剃掉 想知道故意還是不是 妳看我臉上那麼多毛 妳這樣子 那是不一樣的毛髮 所以諾亞覺得也是那妳 我覺得被攻擊帶好不好 對… 我覺得夢多是看起來年紀最大的 漂亮 為什麼 等一下 問題是我是亞洲人 而且我沒有禿頭 就是因為妳是亞洲人家 妳比較跟我們是通種人 我們比較容易猜妳 妳知道嗎 夢多 台灣有一句俗語說 我沒有吃屎啊 我覺得妳真的看起來像四十幾耶 對 妳看起來像我幾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因為妳留了鬍子 對 像我會選妳跟杜莉的原因 都是因為妳們留了鬍子 看起來 拜託 妳自己也有鬍子好嗎 對 這個妳們很奇怪喔 真的很奇怪 而且夢多妳的髮型 好像當年少年隊的髮型 對啊 很好拍啊 她這個頭髮 而且妳再出上去 妳不是就在模仿妳羅大哥嗎 對 我跟妳講 妳跟我講 喂 沒有 我本來自己想像我覺得是杜莉 但真的今天再認真看一下本人 大家我覺得是夢多 喂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夢多 她有 從頭到腳 從頭到腳 我幫妳圍一下 不是 味道也有 味道也有 他的髮型就是 沒有啦 就是有 那個造型 完全就是妳知道有一種 現在大家的髮型 中年帥哥會有這種打扮 真的 現在的髮型 你看只有中年人 才會把髮型男生往上這樣 捲捲的 連小梁哥都是這種彈性的 妳看妳走出來就好 妳看她的靴子 她的靴子 她的靴子 是不是很老派 靴子 對啊 沒有人抓住我 所以我們看第二名到第七名就好了 第一名就夢多 你們很奇怪 我跟妳講這個一定要講 因為我跟妳講 如果我褲子踢掉 沒有什麼特色 然後之前一樣 是不是 等一下 夢多 妳剛剛說妳褲子踢掉 沒有什麼特色 但我由我褲子起來 真的 妳就找來一次 我是褲子棒耶 我跟妳講 我們來看一下所有人的白板 假設妳寫法比歐對丹尼 少強寫法比歐 夢多寫法比歐 法比歐寫丹尼 法比歐寫丹尼 凱克寫夢多 我覺得他們有餘量情節 就明知道法比歐比他們帥 每個都故意寫法比歐 沒有 妳不懂 其實我們都知道法比歐的年紀 但是問題是 年紀差別最大 就是看起來 對 法比歐來第一天 第二天就認識他 然後呢 還好我們在台灣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日本遇到 他會講日文的話 謝謝 謝謝 你們不懂了 是經驗 哪一種的 哪一種 哪一種 哪一種的 杜莉 杜莉為什麼寫Marcus 因為我覺得老實說 Marcus看起來最老 我自己 在我心裡的感覺好像是這樣子 因為你看他的臉 你會覺得 一開始覺得他看起來很年輕 後來你發現 是不是 那 我跟大家講 你們真的去看一下以前的袋子 他長得跟以前真的不一樣 有 原因是為什麼 你在強調什麼 原因是因為他蓋牙套了 腳正牙齒之後臉就變長了 對啊 我覺得是鬍子吧 所以你知道 今天最好可以配對的是誰 就是拍 怎樣 我們是馬一隊就對了 所以等你也是寫夢多 我也覺得是夢多跟Fabio 夢多是因為 第一個他是亞洲人嘛 亞洲人本來就是要看起來比較年輕 為什麼 你是看起來最老的 但我覺得是這樣 然後你的鬍子 我覺得你的鬍子 就是給你的感覺是比較 這是我的感覺 然後第二名我覺得是Fabio 因為Fabio你看他 他是很帥是對的嘛對不對 可是你看起來他的皮膚 我就覺得有一點牢牢的 就是你看他的眼睛 你還說人家 你24歲看起來像40歲年輕 對 還說人家 Fabio Fabio開始來不老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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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一個現場來舉牌 放了所有工作人 覺得費丹尼比Fabio老的請舉手 你們不是因為Fabio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夢多就是Fabio的爸爸 你就是Fabio的叔叔 來 你 我跟你講 Fabio Fabio 你家庭了 那不然小時候你覺得費丹尼幾歲 之前有一次 你上次 我上次來造型 你的造型是有留鬍子還是什麼 對…有 那時候我真的以為他36 37了 因為鬍子的關係 我今天特別掛 所以後來發現不是鬍子的問題 因為剃掉還是一樣 那你至少也知道 沒有 不用 你可以不用回來 現在拜訓又無恙了 所以他比你出來 也比你嚴峻 那為什麼…Fabio 我在美國的時候Fabio打電話 Dani 對 服務員 保證我寫Dani 對啊 可是我在選一副的問題 因為他平常穿老派的樣子 一副 Old school 你穿Old school的衣服 基本上你脖子上那個玉佩 已經老五歲了 對啊 我的衣服怎樣 我沒有選夢多 因為我知道夢多不是老 他就是比較累一點嘛 很累一點嘛 什麼安慰的話是 我…第一個我選Fabio 但是我覺得他的老師 比較成熟一點 是一個好的東西 就是他很帥的一個東西 可以對不對 阿菲達尼 他有一段時間 好像在學Fabio 留鬍子 還是真的 你留好像變態俗子 你不要問我 你留鬍子 我感覺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還是算帥的好不好 阿里巴巴 但是我們今天有做了一個 投票嘛 還有做一些街訪 我們先來看 行男們 誰看起來最操勞的第一名 到第七名是誰 2分之1強 特別做的網路投票跟街頭民調 讓觀眾選出行男團裡 年紀最大的氣味 到底誰會是老臉王呢 答案馬上揭曉喔 我們來看第七名 第七名也就是說 看起來最不老的一位 最年是誰 請看 賈斯汀 163 對 164 聰明耶 因為賈斯汀從他的談吐 就知道他是幼稚館 是 不會害人 那我們來看觀眾怎麼說 黑眼圈滿重的 笑起來有把力吻 大概實際上年齡大概30多歲吧 把力吻有點深 但笑起來是很可愛 我覺得賈斯汀可能快30了吧 因為他笑起來 就嘴巴那樣合不起來 很像我爺爺那種中風的感覺 應該有個35歲吧 有什麼要回應觀眾的嗎 你們是訪問 你問盲人嗎 30幾歲了 你看 30幾歲裡面還是拍最年輕的 你看其他要怎麼辦 我們在管什麼 看我們 第一名剛剛 比六名應該是我吧 我們要不要踢早下班 我們要不要踢早下班 對